乃特 五女佣兵古董加病患 一套 说实话 这套阵容呢 他打其他监管者感觉都蛮不错的 要牵制又牵制又修机又修机 要救人又救人 但是打影视呢 你的这个状态不能恢复 然后古董上面对影视 他的一个棍子效果就要差很多 就跟面对使徒是一样的 对吧 我这边带一个定空 强控制 你的棍子是不太交的出来的 影视的话这把带的是个船吗 带的是个船的话 这边估计不会深追这个古董商的 就是换一轮棍子 可能待会就传送了 先补个电 能打吗就打 对不对 他应该要打的偏空一点吧 针对古董商打 就不太符合这个传送这个技能了 定住啊 飞轮交掉漂亮 一轮棍 好 这里 要不就选择算了吧 其实这轮我觉得可以走了 古董商待会回来再 那要不就这一波打完 他如果说硬追这个古董商节奏慢 有点慢 打是能打 但这样打的话 可能带闪现会更好一点 现在是什么呢 现在是0.2加0.6 0.8 差一个0.2的伤害 差一个0.2的伤害 但他这边如果说补个红电呢 万一傭兵这时候突然直接摸了一个电 好 你看 傭兵摸了一个电 古董商这刀不死 这傭兵在那边等着的 这傭兵也挺坏的 过去突然补个红电 就等你这一手 你补蓝电你伤害一出 你补红电我一刀不倒 这轮佣兵好鸡贼啊 乃特这边是想把伤害最大化 结果遇上了个鸡贼佣兵 这边再队友一切 好 伤害还是要一出 伤害一出多少呢 0.55 整一轮打完 穷者这边 我觉得还可以啊 就这把的话 主要引示他的一个传送的 这个技能就没有打得那么有 至少前面的话这个传送是没什么用的嘛 就如果带个闪现的话 节奏可能要快的快很多 多 这一刀差很多的 这轮打完用兵过来救一轮人 密码机的话 剩下大概是剩下了两台遗产 这两台遗产 对于穷者来讲呢 现在想要真剩其实还有点难 因为这古董商现在是个纯白板 纯白板的话 穷者这边不太好去饱活的 没有什么饱活的能力 再一张 高手他往往不需要什么技能 对吧 菜逼才需要技能 你看我闪现 对吧 我恨不得闪现 闪现传送飞轮 什么的全部给他上了 飞轮说错了 失常 放狗我全要 高手他不需要 这个传送我就带着看看 对不对 我带聆听都可以 今天感觉不是特别适合直播呀 不太 也不是不适合直播 今天不适合解说 我再补个红电 这除了佣兵 剩下三个人全得倒 剩下两个人都要倒 这一轮串 要把古董商 把这武女也给串了的 你看我话都讲不清楚了 对不对 刚才都差点讲出 监管者这边带飞轮了 什么情况 今天 为什么所有的局都跟我对着干 就当时那个震慑下来呢 基本上这个局已经没法翻了 优兵倒地以后 这个博命套不上 这个局就是个死局了 但是这局 其实赢就赢在这一个震慑上面 对不对 这个游戏叫做什么 这个游戏叫震慑人格 你只要会震慑 你倒 佣兵这边的话 再通过串联 直接追吗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串 把这武女给串了 佣兵这边还想在 在倒地前 再帮这边 这个佣兵有一说意 虽然说他吃了个震慑 但是他做的事情 其实还是蛮细的 对吧 就倒地前 这边通过博命 还要帮队友来这样分摊一波伤害 刚才的话 很鸡贼的去帮忙分摊了一波古董伤的伤害 做的事情其实都蛮细的 只是被这边的影视骗了一手 被影视骗了一手 就影视刚才有一波飞天 然后落地以后的一个直接出刀嘛 佣兵这边想趁着影视那波定之前 去把这个人捞下来 没电还能捞 虎女这边就要自弃 佣兵这边就要自弃 挂兵换吗 全只还在坚持 但机子应该是修不开的 这个机子差的有点多了 你说现在机子差个10% 我都觉得不一定能修开 更别说这机子现在差了百分之四五十 回头 怎么能修开 佣兵挑护必过来 人先捞 扛是真的能扛 三个人好像全部交自己 我就这么说吧 这个机子就让你们开了 我觉得都是一个三针四 好的 全员交自己 变幻 再偷偷的溜过来 刷一刷分 这个时候你看 这局隐私要是带个聆听 这局是不是结束了 这个传送针还不如聆听 用都用不了 脏狂隐私摸不起来的 漂亮 漂亮 哦 哼 哼 哼 按摩